大家好,我是利友老師 我們今天請到東洋 然後上一次我們在影片當中也有請過東洋來做示範 然後我們一樣是用視訊的方式 這一次也是用視訊的方式來上課 那麼上一次我們解決他輕音的問題 也就是聲門關閉比較不好 聲音會聽起來比較糊、比較散、比較沒有穿透力 那做了一些練習得到改善之後呢 我們就發現到說他的這個情緒的起伏其實有點平的 所以這一次呢我們就針對他這個情緒的起伏的這個問題呢 來做一些調整 那今天你想唱什麼歌? 我今天想唱周星哲以後別做平 好,那我們先做一些彈唇練習 讓你的這個空氣可以再先比較順 我們再進入到歌,好不好? 好 好,我們先做第一輪 你幫我做這個 就這樣還給空敲 嗯,再多一點就沒關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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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別憋氣喔 對 對 對 我示範一次給你聽喔 上腳 上面再解開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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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那麼 上面再解開一點 不要那麼 OK 再一次 對對對 不要怕變氣 不要怕 再一個 還不錯 好 我們稍微這樣潤過一遍 讓你的空氣流通 那我們先唱一次 聽聽看 目前唱的感覺是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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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一颗心的遥远 我的寂寞你就听不见 我终于从前遗忘未来飞 与全队的人错过交叉点 明明你就已经站在我面前 我却不断挥手说再见 以后别多朋友 又不能牵手 想爱你的冲动 我只能守着残酷 最后的朋友 有什么 不能说之后 就不用承担 会失去你的心痛 嗯 OK 好 我觉得在发声上面啊 问题 在发声上面的问题就不大 然后就的确就是 蛮明显你的情绪的铺陈有 平平平的 就有点 boring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歌词 那你看一下这个歌词 其实 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你怎么理解这个歌词的 嗯 我看完这首歌 我觉得 给我一个感觉就是 很可惜 很可惜 嗯 在一种可惜的感觉 那你觉得最可惜的段落 文字上面给你这种 最可惜的感觉 是在哪一个段落 我觉得 最可惜 应该是在副歌的 副歌的时候 那 比如说我们这样讲 好了 一件事很可惜 的时候你会怎么说话 你会说 比如说 你想到一件可惜的事情 你会第一个想法是 讲一个什么句子出来 就很叹气吧 好可惜哦 怎么就是没有去到 那个谁谁谁的演唱会 就没有买到票 之类的对不对 对啊 OK 所以当你要表达 这个可惜的感觉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第一个特征 就是空气会变多 气音会变多 会有 所以如果用这样子的 行为来念一下 那段歌词 副歌的歌词 你试试看 你先念一次 以后别做朋友 朋友不能牵手 想爱你的冲动 我只能笑自带过 最好的朋友 有些梦 不能说出口 就不用承担 会失去你的心痛 嗯 这样不错 其实不错 如果再夸张一点点 试试看 再夸张一点点 再夸张 OK 就是这样 那个遗憾的 那个可惜的那个 那个程度再拉 多一些 好 以后别做朋友 朋友不能牵手 想爱你的冲动 我只能笑自带过 最好的朋友 有些梦 不能说出口 就不用承担 会失去你的心痛 很棒 好 所以我们先定调了 副歌 我们就是用这个动作 那就会带出这样的口气 那 我们回来看一下主歌 主歌第一段 你会怎么 想要去 开这个歌 就是第一段嘛 一开始开歌的时候 怎么去setting它 怎么去设置它 应该是什么样的情绪 你想要怎么做 嗯 我觉得 反正有点在回忆以前那种美好的回忆 OK 好 很幸福的感觉 对 开心 OK 所以很开心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 一样 会有蛮多的空气的感觉 有 对吧 哇好开心 你讲 哇好开心哦 你讲一次 哇好开心哦 对啊 水根会稍微比较高 然后身份会开 然后会有气音 那用这样的动作 我们来念一下主歌第一段 歌词 习惯听你分享生活细节 害怕破坏完美的平衡点 保持着距离一颗心的遥远 我的期末你就听不见 OK好 也不错 待会就用这个动作来唱 好 那第二段主歌 呃 我走回从前 你往未来飞 这边你想要表达什么一个情绪呢 嗯 这边就是可能有点 呃 有点 悲伤又有点 觉得 饿完 疑惑 哦 饿完 就是那种 怎么会这样 对对对 好 那 没错 那 对怎么会 饿完 那这样子的动作来念一下这段歌词 我走回从前 你往未来飞 遇见对的人 错过交叉点 明明你就已经站在我面前 我却不断挥手说再见 很好啊 OK 就像这样 我们从 最一开始到副歌结束 再念过去一次 然后你要感觉到 这个三个段落在 在 在 更换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会变的 就是先从一个幸福回忆 以前的美好 然后到 怎么会这样 然后最后是 好 再一次 三个段落都念 好 我 习惯听你分享生活细节 害怕破坏完美的平安点 保持着距离一个新的遥远 我的寂寞你就听不见 我走回从前 你往未来飞 遇见对的人 走过交叉点 明明你就已经站在我面前 我却不断挥手说再见 以后别做朋友 朋友不能牵手 想爱你的冲动 我只能笑着带过 最好的朋友 有些梦 不能说出口 就不用承担 会失去你的心痛 还不错 还不错 好我们就要回来播一下伴奏 我们用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模式 来唱唱看 来 再走一次 Zither Harp 习惯听你分享生活 hari解 话 006 006 006 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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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 007 007 007 005 Matt Sith 爱帮破坏完美的平衡电 保持着距离一颗心的遥远 我的寂寞你就听不见 我终于从前逆往未来飞 遇见对的人错过桥叉点 明明你就一直站在我眼前 我却不断挥手说再见 以后别多回头 我又不能承受 想爱你的冲动 我只能想着再过 最后的朋友 有什么 不能说出口 就不用真的 会失去你的心痛 OK 好 你自己这样唱了之后 觉得有没有感觉不是不一样的 感觉好像每一句都比较有进到那个情景 对对有入戏 所以如果你跟东阳一样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如果说技术层面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唱起来就平平的有点boring的话 其实回去用一个新的角度 就是更仔细的去读那个歌词 去理解那个歌词 赋予那些文字一些新的生命 然后你念完那些字 然后你就有点像在念台词嘛 念完那些台词之后 你再回去唱 你就会发现 其实就会开始有一个层次的堆叠就会出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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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